我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刚刚第一个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设定 设定路径我这边有拍照 反正就是到这个地方 回去的话 可能你就是多做几次 大概就知道了 这个Preferences 里面的 这个PiDiv 里面 Interpreter 里面的这一个 那也就是你第一次 执行建立专案的动作 你要先检查一下 如果你没有跟他讲对的路径的话 那你是无法建立专案的 所以这个地方假如说 我把它remove 掉的话 那你一键 发现奇怪怎么都一直是红色字 无法建立专案 所以未来如果你看到是 奇怪 所以刚刚应该有同学会遇到这样 比如我把它remove 掉 close 掉 我现在没有 不要再问 OK 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 你会发现马上变红色了 它找不到PiSense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建新专案的话呢 你现在new 它的话 它也没办法 这里有没有 他刚刚又改 如果other 刚刚是从这边 如果你第一次做过 他会帮你记得 anness 你会发现 你要建一个比如说Tex2好了 名称不一样 然后你会发现即便你怎么改他 他都会出现XX 有没有 他说这个没办法帮你建立 为什么 因为他找不到PiSense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 表示你的PiSense 路径 没有指定给他 他就会发现错误 OK 那如果说你要对的话 那个问题就不存在 所以怎么办 到这个路径new它 browse一下 然后找到对的对的给它 按开启 OK 然后跑一下 找到之后的话 那他就帮你连结了 连结之后的话 刚刚的问题又马上恢复了 有没有 就OK了 没有那么复杂 反正这个环境就这样子 两个东西把它连结在一起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字放大缩小 有没有 你会发现刚刚预设的字 有没有 太小了 没有这么小 这么小 对 看得很辛苦 那怎么设定 几个方法 按右键 按右键这边有一个叫 这个Prepurness 这个设定 那其实要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 这个里面的Basic Basic里面的话 你要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Fone Fone里面的话 你可以点两下 他跳出来 你可以做设定 按确定 再确定的话 他就放大了 不过 这样子好像 之前我本来是教大家这样设定 可是后来呢 发现另外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进的话 你还要记得这个路径 进去他再进去 进去他再找 Basic 忘记哦 其实交过另外一招 最快的 放大就是什么 Ctrl Ctrl 再按加号 那缩小呢 Ctrl按住再减号 但是特别说 加跟减 请你不要用 左边的 你要用中间的 OK 键盘的左边不要用 用键盘的中间 中间不是有那个 加跟减吗 请你用中间的 才会发生效用哦 这一招很管用哦 为什么 因为马上就放大了 你要缩小就缩小 有没有 还蛮好用的 写程式可以放大缩小 这真的是很棒 比BBA还快 OK好 这样的话呢就放大了 那我们就放大 适当大小 OK 最后解决一个问题 对吧 所以刚刚是什么 A等于5 意思就是说把5这个词啊 帮我放到A这个变数里面 那A就存在了哦 存在哪里 存在记忆体里面 那以前的语言 然后像Java啦C都要宣告 这边的话 宣告以前宣告他要宣告 那个变数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这边不用 这边呢 什么时候会建立这个变数 当你第一次复语词给他的时候 那A就建立了 OK好 所以你第一次给他什么 他就变什么了 OK 不用特别宣告 这个使用方法跟VBA也是一样 VBA也不用额外宣告 然后再来的话 A B再给他 所以some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 就是把两个相加 那你如果不加的话 你也可以什么 可以减 可以乘 有没有 可以除 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除除 OK 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person 家庭也应该比较清楚 除除跟person 你们可能不知道 person的话是求余数 除以多少的余数是多少 所以5除以3的余数 就是前面那个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那除除的话呢 是除完之后 只留整数 除除完之后 比如说本来是5除以3 可能1点多嘛 然后除除的话就是1而已 就是小数点不要给我 有点像除完之后再int一下啦 求整数的意思 那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 OK 这些如果你会的话 很多地方可以硬算 所以呢 刚刚我们就用加啦 因为你可以做其他 那加完之后的话 也许可以什么 你上就是把它执行 它OK了 那这样的话 程式应该就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会需要叙述里面 不要这个8 可以怎么样 加总冒号8 特别注意哦 前面要加一个叙述是加总 特别注意哦 一个叙述是文字的话 一定要是双引号 自创 那这个地方里面也许 我们就加个什么 加总 打错了 加 加总 然后呢 把它冒号一下 这样子 然后你要串后面的东西的话 特别注意哦 在Python里面哦 文字 跟数字 是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要把它输出的话 它会第一个出现什么问题 它说错了 那错的话 它会 其实这边有两个错误啦 第一个是说呢 它这个地方 unicode 8 ut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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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 是在微软里面 那微软预设的编码方式 它不是用unicode 它不是用utl8 它是那个什么 CP950 所以怎么办呢 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改一下 改什么呢 这个 它的编码方式 那怎么去改编码方呢 第一个哦 我们可以到那个什么呢 到 哎 怎样 windows prefurnish 跟刚刚这边一样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是到这边去修改哦 那请你找到那个什么呢 一个叫那个workspace地方 去看一下 或者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边加减乘除试一下 那如果说我要再增加一个那个 自传的叙述哦 那会有两个地方需要修改 那怎么改哦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来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确定一下 你的环境是不是ok 如果不ok的话哦 可以再再再 再把那个问题可以解决 所以刚刚如果java的问题哦 请各位就是到那个哦 我又把它放在那个安装环境 那个懒人包里面哦 会有一个jdk 所以如果你是java的environment 那个问题 你就把这个先装起来 好点两下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把它装起来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建专案 好 建完专案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要解决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中文的编码问题 好 第二个是那个变数的资料形态问题 好